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下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車種是VH的車系 這台呢是Skoda的Atavia 算是三代的 這台呢是RS 跟公司裡的試乘車是同一顆引擎 同一個底盤同一個變速箱 這一個都算是EA888的引擎動力系統 因為這台是RS的 變速箱的話是DQ250 六速14的 那這台在拆裝避認器的時候 前面的懸吊系統呢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所以現在已經安裝了大概快兩小時左右 這台是RS 這台是四門的車款 這台呢還有一個叫Combi Combi的話就是Wagon的車款 是五門款的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話呢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它這個後面呢本來這裡還有一個上座 這個呢需要沿用原廠的 然後後彈簧在這裡 前面懸吊系統的話呢 基本上是跟Golf 7代是一樣的 它的仰角呢是大仰角 是55的 避震器的上座 還有所有的防塵套 饅頭這些呢 零件都不需要沿用 KT的話就有附了 那這裡的話是原廠的上座 不用拆下來 那本來呢它的螺絲算是一個母孔的螺絲 是一個 用原廠的螺絲去把它鎖附 那改成KT之後呢就會變成是母孔 然後我們有附 螺帽 設計上呢會稍微改變一下 前面已經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好了 前面的話 這顆2.0的2.0的渦輪引擎 所以我們配置的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8.5公斤 那如果是1.4 這一台好像還有1.4的嘛 吸收比較小的呢 我們就會配置7公斤的彈簧 那這一台是2.0升渦輪引擎 然後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就會做8.5公斤 這是RS的版本 那前面的上座 剛剛有提到過了 我們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在這個地方 這個網子遮住了 在這裡 那上座的阻尼調整呢 稍微把這個試蓋掀開呢 就能調整得到 它本來呢 剛剛提到過了 螺絲本來是一個母孔 那我們改成公螺絲之後呢 會附羅帽鎖附 那順時針調整呢 一樣是變硬 逆時針變軟 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那這個鎖附的上座裡面的軸層呢 一樣所選用的是日本朋友的軸層 這個有改當派喔 還有改了阿瑪的進氣系統 這個變露箱跟引擎的反應相當不錯喔 現在一些中部的店家也好 北部的店家 一百兩百的三間都已經破六秒都寫到五秒多 很可怕喔 那前面的話 它的前面它剛剛說到的是大概八點五公斤 離載算的話就沿用原廠就好了 那這一顆 我們拆法喔 因為每一個計時的拆法都不一樣啦 那我們拆裝的方式呢 前面是需要把整個仰角還有碟盤的拆下來 所以需要拆卸到這個傳動走的固定螺絲 這個固定螺絲的是 等一下鎖附的時候呢 需要一個人踩住煞車 然後它是有固定的幫助 應該是200Nm 這個鎖附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其實還 結構上啦 製造上還蠻簡單的齁 就是這裡要鎖原廠的離載串 這裡要鎖離載串 然後它的仰角是大的 它車高的調整呢 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呢 我們把它的拖板懸鬆之後 腳管往下延伸 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車高就變低齁 所以它的車高的調整幅度範圍呢 會蠻大的齁 最低的話 有辦法到輪胎到月子板切齊左右 那調整完畢呢 記得這個托盤一定要一定要敲緊齁 後面啊 托盤沒有槍 你再鎖一下 海樓器有啦 這是8.5公斤的 那我們有附 有附那個防塵套啦 還有饅頭都有附 韋婷你好 費用可以刷 可以刷卡 工廠裡面是可以刷卡 那其餘的店家 大部分呢 也都是有 有可以刷卡 可是刷卡的話 會有加一個稅金 所以 附線的話呢 會比較划算一點喔 當然刷卡都可以 都可以 這個是RS的版本 還是 附的是遜黑的頭燈嗎 那預計齁 今天這台呢 RS版本 它的車高 前面齁 配上原廠2254018的輪胎 它前面大概三指幅 後面的話大概三指半 那預計等一下降下來 是大概兩指幅左右 也就是呢 比原廠略降 大概1到1.5指幅左右 不客氣喔 不客氣 那前面的 避震器 剛剛有介紹過了 那用料的部分呢 譬如說 會用的是 義大利IP的主寧友 裡面填充的是義大利IP的主寧友 或者是 用的油風 也都是很棒的 日本的大廠的油風 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 壽命啊 承受感都很不錯 好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 2.0的版本 RS版本 它後面是 採用多連桿的雙A 那它的 跟1.4的版本 不太一樣 1.4的話呢 就是 脫一臂的扭力量系統 所以這個是 跟它底板呢 跟 GOLF 其代的GTI 都一模一樣 它的後面的 避震器 剛剛有提到過了 在這裡 要沿用延長的這個上座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在這裡 在做在這個地方 不需要再把整個桶芯呢 卸下來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在這裡 那後面的彈簧公斤 我們配置的是6公斤 所以這一台的話 降到最低呢 有辦法輪胎到S版切齊 能夠降的幅度還蠻大的 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跟前面不一樣 後面車高調整 不是靠這個桶芯的長短 是靠這裡 間距的長短 來改變車高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的 這裡的距離縮短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之後呢 車高就變低了 那相反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這樣的懸吊系統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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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開直播 彈簧跟邊際分開的結構呢 最主要的 安裝技巧呢 就是 它的筒聲呢 不能調的太短 筒聲調的太短呢 彈簧就預壓縮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然後會有異音 這是後面的懸吊部分 後面唯一要沿用原廠的應該就只有後上座了齁 還有這個的 Hilokey 彈簧調整機構的上方 有一個橡皮 還有下方的彈簧下橡皮 這些都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之前 之前的 有一台 Altavia的底盤 其實 不對 是Super B Super B的話底盤也都差不多 這些都是使用VHG的MQB的底盤 那輪胎的規格跟鋁圈 這個應該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是225 4018 是PS4 這條胎 我自己用了好幾套 也還不錯 中規中矩 這個鋁圈的造型也很好看 也是225 4018的規格 RS版本才有大包跟圍一 已經安裝到差不多到一段落了 現在的話 好像要上胎了 不行 前面傳統走 現在要把那個後面的桶聲 托板把它選緊 就等一下就要準備要試車了 Hilokey有鎖 Hilokey有鎖 Halo 雪翰你好 Eason也是開這一台嗎 這台是Sikoda的Atabia 這台車的CP值非常高 那基本上 這一個的MQBB盤呢 它的後面的 這個是仰角部分 它後輪呢 像這樣 有降大概1.5SV左右呢 後輪的Camber角度 就會變得比較趴 那它的Camber呢 其實是可以調整的 在這個仰角的 內側的話 有一顆片心螺絲 是可以把Camber做得比較正 那如果 那如果 降到 長輪以下的話呢 才需要用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台的仰角還有竖角呢 後面的話都是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做角度的調整 這裡 這裡手指的地方呢 這個是要調整竖角 那上部的仰角 仰角的偏心螺絲 看不太到 在裡面 因為 在這個裡面 看不太到 那一個的地方呢 這個都各有一顆偏心螺絲 分別是調整 仰角 Camber的角度 這一顆呢 是調整TOW 是調整竖角的角度 那後面 他其實原廠就已經有附 防晴桿 在這裡 防晴桿的話呢 如果 覺得改了避震器之後呢 還不太夠的話呢 再來考慮 改後面的 防晴桿 上一套 然後 SUPERB的話 車友是有改 改前後的防晴桿 但是 當天超級忙 所以也沒有機會開直播 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 Atavia MK3 好 安裝好了 要準備上台了 轉動走那一顆 我是 好 好 OK 那今天的直播到這裡 因為我要準備踩煞車 要鎖 轉動走的那一顆螺絲 那 如果 呃 有 剛好開這台車呢 或者是對這台車有 有需要試乘 都很歡迎呢 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今天的直播呢 比較短 就到這裡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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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